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恭喜传红禅诱惑贵人扶持 45岁新教练曝光,陈培养去四位奥人冠军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传红禅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近期传红禅已经离开了广东跳水队 返回国家队开始集训备战接下来的国际大赛 那么谈到传红禅的成功之路 确实离不开众多贵人的扶持 那么首先就是赞奖体效的启蒙恩师郭毅 将传红禅带领到了跳水这一条道路上面 呕启了,教会了传红禅很多基础的跳水动作 那么因此传红禅现在的成功 也离不开国益执道的启蒙恩 那么提到传红禅这位重要的恩人 那就是广东队的举教练何卫仪知道 众所周知,这个何卫仪 在奥日会迄今呢 曾经自费陪同传红禅到北京集训 而其啊,对于传红禅的日常训练 以及日常生活呢 都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并且啊,为了让传红禅不受外界的干扰啊 何卫仪甚至还万一谢绝了媒体的采访 可以看出啊,何卫仪对于传红禅的良苦用心 那么另外一位贵人啊 就是中国跳水队的领队周吉红 给了传红禅登上奥日会跳台的机会 当时啊,也有人提议要更换传红禅 但是啊,周吉红执道啊 大胆的启用新人 给了传红禅机会 同时啊,传红禅也用自己优秀的表现啊 回报了周吉红执道的信任 那么近期啊,传红禅禅开广东跳水队 返回国家内报道 恩师何卫仪执道啊 也是非常的舍不得 但是啊 广东跳水队也离不开何卫仪执道 因为啊,根据这些报道 何卫仪执道 目前已经担任了广东跳水队的总教练 那么因此啊 对于整个广东跳水队而已呢 何卫仪就是他们的领阵人物 那么因此啊 这个传红禅返回国家队 何卫仪执道啊 也是无法陪同 确实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那么,但是啊 根据这些消息 显示啊 传红禅在国家队的新教练呢 已经辅出水平 他就是45岁的冠军教头 刘奔 众所周知啊 在奥运会夺冠之时啊 刘奔曾将传红禅高高举起 这个画面呢 成为奥运会的经典画面 网友们呢 印象深刻 根据媒体透露啊 刘知道 很有可能会继续担任 传红禅的主管教练 那么提到 刘奔教练呢 也是一位 非常优秀的 年轻教练 曾经一手 培养的四位 奥运会冠军选手 他们分别是 林悦 斯廷茂 陈爱胜 再加上啊 传红禅 个人的执教精英 和执教能力啊 都非常的优秀 刘教练为人 也非常的亲失 在传红禅 夺得奥运会冠军之后啊 有记者要采访 刘教练 让他谈一谈 对于传红禅的看法 刘教练认为 自己只是带了传红禅 一个多人 因此啊 命对媒体的采访 他也是晚一些人 那么巴黎奥运会备战期间 刘教练 将会继续 辅佐传红禅 而陈爱生 和斯廷茂啊 都已经是老将 有可能并不会参加 巴黎奥运会 因此啊 刘教练的工作重心 肯定会放在传红禅的身上 将自己 绝大部分的精力啊 投入到 传红禅的日常训练之中 有了刘教练 这样一位 执教能力优秀 为人低调 清续的好教练扶持 应该是 传红禅的福气 在此啊 我们也希望 在刘教练的帮助之下 传红禅能够尽快的攻克 欧领七C 这个大难关 在后面的国际大赛中啊 给大家 带来更大的惊喜 网友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大家的支持明镜需要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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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明镜 чтобы闭并省